我們以前過年是放小年夜 到大年初五初六開始看診 那有一年的過年 我是已經小年夜 我要推的行李出門 門口停了一輛車子 有個姓歇著從台東過來 說要做試管營餓 這次要做試管營餓 我說說你也好 今天是小年夜 明天是除夕 後天是過年 哪有農曆過年在做試管 那個病人剛好是夜經第三天 那我就 那時候有陰後挖 一打一針七天不用打 我就 小年夜打下去 然後初五 初六來看 軟抱快要成熟了 再補打兩針 取軟 那逐日胚胎 先胚逐日 逐日兩枚胎 生了兩個都是男生 雙胸胎 差不多小孩子 我抱起來幾乎抱不動的 那個小小一還是幼稚眼 很大班 那個年紀 他又從台東開五個小時來說 我要做 他那時候已經45歲了 這次我要做試管營餓 他找我的時候其實已經39歲了 我要做試管營餓 我說你不是兩個男生很好啊 因為那樣的兩個男生在台東長大 你會發現跟我們西部的小孩子不太一樣 就是很熱情奔放 很跑跑跳跳 那我還是幫他做試管營餓 他也成功懷孕了 只不過 因為他沒有做胚胎快篩 所以懷孕了以後 後來胎停了 就是沒有心跳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即便是45歲要做試管營餓 你最好還去做胚胎快篩 以免懷孕了 然後心臟跳跳不跳了 然後又要拿掉 所以這是一個他的爸爸是在彰化 就是叫燕夫君一家中藥店 那他是駕到台東去 這是一個過年期間 人家在過年放鞭炮 過年吃年夜飯 過年在旅遊 他在做試管營餓 只不過他是打一針 七天以後再劍的那種 一諾蛙 恭喜薛小姐